由于疫情在全球继续蔓延,各大航空公司纷纷展开自救 新加坡航空计划在10月底前为该国乘客推出空中漫游航班 航班从张义机场起飞,在空中飞行约3小时后,返回原机场降落 受疫情影响,很多新加坡国民无法出国旅行,对这类伪出国航班兴趣浓厚 Singapore Air Charter的一项调查显示,75%受访者愿意参与伪出国行程 其中45%愿意支付288美元乘坐经济舱,40%愿意支付588美元坐商务舱 事实上,新加坡航空并非首家推出伪出国的航空公司 日本全日空航空自8月起推出约1小时30分钟的东京观光航班 经济舱中间的座位售价仅为1.4万日元,头等舱座位售价为5万日元 全日空直出申请乘坐航班的人数是此次专机旅程,可提供座位数目的150倍 先点击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